下一位是凱泰 顏凱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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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我們先看一小段 記得我們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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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 你現在 現在 現在 是不是講話 在 別想說 你現在出來街上的朋友 那我们重来看一下 就在那时候 我相信了网路上 有一个新闻 说 希望 能够把这份早餐 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们 可是当我们在网路上 在电视上 在告知上 散播这些消息的时候 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甚至住在街上的朋友们 他们能知道这件事吗 他们有电视吗 有电脑吗 有网路吗 有烤字 能够注意到吗 甚至 他们吃不吃吗 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很希望他们也都会知道 所以 我们在3月17号 就在国际财产的前一天 把这个消息 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 有真正有需要的 我们可以自己在网路上的风向 变在 我们站起来 走出一切 告诉他们 我们之间没有差别 我们都是台湾人 我们都是台湾人 要一起享受这个 美好 又幸福的早餐 我们是学生 很可惜 我们能做的不多 很可惜 因为 因为科业的关系 我们没办法 早上待在一台里出站 与他们一同乱餐 我们会在学校附近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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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 开开心的享受这一天 我们也 没有学校附近的 没有学校附近的 只是因为我们 只是因为我们 我们都是他 值得用此美好的一招 谢谢这国际展才而已 让台湾 更美好 好 好 谢谢 我们看一下 情报 OK 那我先简单讲一下 因为 这个活动的原因 然后 也借机 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室 多媒体工作室 叫 起步走的工作室 大家也可以加下 五四团 这样子 然后下一页 诶 对不起 我要自己安 对不对 对 好 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有感青年 大家都非常的有情绪 然后 对社会议题都非常关心 对自己的理想抱负 都有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 我先讲到说 像现在社会议题这么多 最近有很多的新闻事件 但是媒体不断的报导 然后我们在情绪中 甚至在Facebook上 不断的报导这些事情 不断的发生 然后 可是我们谈完了以后 我想说的是 我们能够做一点什么吗 然后这件事情 从我高中开始 就常常跟朋友之间 一直互相的讨论说 我们要做多少的梦想 为社会做多少事情 但是做的真的很少 所以 常常突发奇想 只是空谈 那我不想要再这样子 一开始是一个原因 我以前的名字叫做炎父 然后 可是到我20岁那一天 因为发生一些事情 那一天呢 刚好Facebook那一阵子 正在流行改名字 然后有人叫 有人姓金 然后后来就叫 改名叫金某甘丹 金某甘丹之类的 然后我跟我朋友 然后就都去改了 比较有名气的一些人物名字 然后就改了叫做 严凯泰 对 然后 过了一阵子以后 我的朋友们就换掉这个名字 而我自己在想说 我也要换回去吗 我决定做一件事情 做不一样的件事 我真的把它改掉了 我真的叫做严凯泰 不是因为这个名字 多有名气 而只是因为 我不想再只是说说而已 对 然后 就是这个名字 一直在提醒我 要去做 不要只是说 再提一下 刚刚的经验分享 这个影片当中 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好像 这件活动 好像是在做一个 关怀社会 但其实我觉得 我是在学习 这一个人是我第一个 发便当的 我一过去 他什么都没说 我只是走过去 他就开始一直 一直在行李 一直点头 一直点头 我便当拿来啊 他也还是一直点头 然后他打开便当 我再跟他聊话 他一句话都不回 但是他教会我一件事 让我学会前一杯 他走来论他没有已经 他可能一个人在这边生活 然后 可是他 还是有他的生存之道 他教我学会前一杯 这个阿嬷 他很特别的是 我们在那一天 他就坐在麦当劳 他常常坐在麦当劳 吃别人吃不完的东西 可是很特别的是 隔天明明就是 国际早餐日 没有一个店员 没有一个人 告诉他这件事情 他让我知道说 要开始更注意身边的每一位 而且 从他之后我就发现 其实每一个人 他们生活在路边 然后他们 其实都很需要 陪伴跟倾听 我遇到一个实例 但我没有拍下照片 我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个老伯伯 他听到我们做这件事情 然后要了便当 他告诉我 他是以前是个 牛皮鞋工厂的大老板 非常赚非常多钱 可是有一天突然阿寿 还有很多国际的品牌出来了 然后他没办法赚 他的 营利都没有办法 工厂倒闭了 老婆跑了 孩子也带走了 他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办 他 割喉自杀 但没有成功 他从此一切不正 他现在就坐在台北火车站正面的前面 他们都需要我们的关心跟关怀 这么繁华的城市 我之前在寒假的时候去兰宇 去兰宇做志工服务 那边的人生活 虽然看起来很简朴很原始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没有家里的 没有住的地方的 没有 但台北最繁华 我们台北市是全台湾最繁华的首都 可是却有很多人 只是在等待一个生存的机会 然后不仅如此 我也更加开拓迎接 也学会了如何谦虚 然后在这之中呢 有一个最大的原因 我刚刚说过 不要只是说要做 很多时候我们都 有想法 有热情 有激情 然后 有正面的力量 但是我们常常在选择要去做的时候 缺少了勇气 可能是因为觉得我做的又能如何 可能是觉得我做的影响不多 但我觉得 其实这件事情 让我开始 发现 我自己时常小看自己的力量有影响 甚至 我做了这件事之后 开始 我搬上了同学 开始捐钱给我 行这件事情 然后 有一件事情 让我小小有压力 就是只要看到 有这些社会议题大家都会po文给我 像是之前法国有一个代用咖啡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过 就是每个人都po给我 我想说 好 OK 我现在是做社会福利局 OK OK 但是 但是这的确 我其实开始 就是发现原来自己 可能粉丝团很少人 可能po的人 看的人几百人钱 但是我还是去做 因为我知道这个力量 可能你一点点付出 或者你用心 其实 你其实已经改变了哪个人的一生 可能我们常常因为缺步 或者是做一个选择 然后放慢了社会改变的角度 然后 然后 因为这个行动 有很多人 我的同学 我的伙伴们支持我 我决定 在下个礼拜 不是说有省下的钱吗 我决定自己再掏药包出来 做一些事情 我订了50个便当 决定去车站 发出去 然后在拿便当当当天 那个老板娘非常好 她决定 不受人为一毛钱 她听到我这个活动 不受人为一毛钱 我们就非常感谢的 带着便当 然后到台北火车站 去发 才发现 原来我们那天 传播消息的人 只是冰散了一角 原来在台北火车站 地下街的停车场里面 还有数十位 数十位在等待一个就业的机会 他们可能就跟我们父母 一样的年纪 可能就这么的 还是有活力的年轻 四肢都健全 但是他们去缺少一个机会 然后缺少一个勇气 或许他们以前 就像是个大老板一样 要他们再振作 从头再来 的确有点困难 但我们还是要继续 做这些事情 我无法知道我会改变了什么 但不代表就应该放弃 你们每个人都有梦想 然后可能有时候 常常会有点被时间耽搁了 但是千万记得 不代表就要放弃 这边分享一下 我听了一个音乐 就是逆光飞翔的主题曲 其中一首 他的音乐录带其中一首 那前面有放几句话 是黄玉祥他自己讲的 在片子里面 他说 如果你不去试试看 你有怎么会知道自己能够做到多少 我每次听都在跑步的时候听这首歌 然后都很想哭 因为我心里会想到这种事情 就是想做的事情那么多 我有梦想 但梦想其实从来没有放弃 是我自己选择的放弃 明明就还有很多时间 我不想再浪费自己的生命 这社会需要改变 但不是靠政府 真的不是靠政府 我们总是向政府发声 但不是这样 也不是靠诠释 改变真的只需要全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也不用那么多 只要每个人一点点的付出 一点点就好 你用心花一点时间 当你在晚上或者是白天 在想今天要干嘛的时候 或者是做一个特别一点点不一样的改变 付出什么呢 只是要付出你的勇气 然后最后还要分享 可能这头影片已经没有了 然后 让一点点的付出 让世界更美好 但请记得还有一点事情 坚定持续 我这个工作室都是自己花钱 然后 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 也从理论上面证实到 我的前女友呢 她常常去买衣服 花在钱上买自己的想要衣服 可是过一阵子 我就会发现 她怎么把那些衣服 剖到二手拍卖会去了 然后有时候就发现 我们的欲望 常常其实不是真正的满足自己 可是我的阿嬷 还有我自己 有时候在做一些奉献 捐献的动作时候 其实我很困苦 我自己自足的 我还需要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后悔过我把那些捐作术 给自己用 从来没有 所以 我还是继续做这些事情 把时间跟金钱都付出下去 只要大家坚持一点点 一直累积的付出 就可以让世界更美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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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